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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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編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 由中國神學研究院舉辦的公開講座 我們今晚的題目是 《信徒群體精神健康的牧羊》 今晚的講座就會分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由盧德賢博士主講 由李耀坤博士回應的主題 是《從精神健康素養探討整傳的關懷》 我先介紹一下這兩位講者 盧德賢博士是美國加州和香港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在美國福樂神學院先後修讀心理學碩士 神學碩士和臨床心理學哲學博士 其後盧博士在美國希望城國家醫學中心 和貝克曼研究所參與老神經心理學博士後進修 盧德賢博士是我們中國神學研究院 輔導科的客座教授 也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教育研究院 負責部分時間的講師 他是一位私人執業的臨床心理學家 他作為牧師的太太 盧博士也體會到牧者牧養 心理病患者的處境和挑戰 他希望透過整合信仰和心理學 為教會提供輔導的培育和支援 李耀坤博士是我們中國神學研究院 趙叔榮佛佩芳教席的教授 是我們神學科的講師 也是為我們負責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的主任 剛才也說了我們今晚的講座有兩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由陳德惠小姐主講 陳玉倫醫生回應的 他們的講題是讓患病的 在教會得著安慰 我也介紹一下陳德惠小姐 和陳玉倫博士的背景 對不起陳玉倫醫生的背景 陳德惠小姐是資深的輔導員 她在加拿大悲思省大學獲得社會學 和心理學的學士學位 相繼在香港獲取了家庭輔導 及家庭教育、神學研究 集中在青少年的時工培訓 和精神健康的碩士學位 過去十幾年來 她也是擔任精神健康急救註冊導師 致力在學校和社區 教授精神健康急救課程 以培訓學員來關愛其他人 陳玉倫醫生是一位精神科醫生 她和朋友建立了一個叫做 《香港整傳普及精神健康協會》 希望藉著協會把精神健康普及化 還有她也很想實踐 如何在身心社靈方面去作傳人關懷 我叫Edmond 她是中神輔導科的老師 都會今晚和大家主持今晚的講座 我們先將時間交給盧德賢博士 和我們分享她的講題 我們請盧博士 各位平安 很高興今天可以有這個機會 和大家一起分享 《信徒群體精神健康》這個課題 在開始的時候 我想從精神健康素養這個角度 和一些研究的發現 去和大家一起探討整傳的關顧 之後第二部分 Winnie、陳小姐 會和大家分享多一些 牧養上的建議和資源 以下這個部分 將會圍繞著一個 精神健康素養的研究作為討論 這個研究是在過去的2020年 和2021年度 終神婚姻與家庭碩士課程的 研究方法與統計學一科 幾位學員一起參與 以及做這個研究的課題 特賜在這裡 感謝各位同學的共同參與 以及各位參加者 我相信可能在在有些都 幫忙填過份問卷的可能 多謝大家花時間去參加這個研究 在開始的時候 若我們了解一下 香港現在的精神健康狀況 在近代的社會事件和疫情之下 香港人的情緒問題 其實都有上升的趨勢 我想這個其實不需要我多說 精神健康的質素普遍受到關注 在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 在2020年早前發表了一個研究的結果 就是發現在社會運動和疫情的雙重影響之下 有四成的患者出現中度至高度的創傷後壓力症 而74%的人患中度至嚴重的抑鬱症狀 其中差不多有四成的人 是兩者的症狀都有出現的 教會是社會的縮影 這些數字也可能反映了弟兄姊妹 甚至乎教目本身的精神健康狀況 教會對精神健康的認知、態度和回應 其實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因為我們需要去了解 香港教目是否有足夠的裝備 去回應這些龐大的精神健康需要 今晚我們嘗試透過了解精神健康素養 去探討教會如何回應這些需要 這個研究其實我們最主要有兩個問題 第一是我們希望了解 本地牧者的精神健康質素究竟是怎樣 意思是他們對精神病患的認識 和提供協助的能力有多少 比起外國的牧者他們的精神健康素養 本地的牧者精神健康素養又是怎樣 第二有些什麼因素會影響牧者的精神健康素養 是他們的年紀 是不是年紀越大 他們對精神健康的認識會越多還是越少呢 還是他們的學歷 還是他們相關參加過的 心理學或者輔導的相關訓練 還是有其他的因素呢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研究 今晚的討論去到了解牧者的精神健康素養 並且去探討教會如何回應這些需要 大家可能已經聽了我講了十幾次 這個精神健康素養 究竟什麼是精神健康素養呢 精神健康素養指 我們人對心理疾病相關的識別能力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對心理疾病的認識 態度 以及怎樣去運用這些知識 去幫助我們身邊的人去保持 又或者是促進他們的心理健康 之後我們會再詳細去解釋 多一點這個研究 但是在開始的時候 讓我簡單都去介紹精神健康素養 包括的一些元素 在左邊你會見到精神健康 所包含的一些元素 而右邊就是精神健康素養量表裏面一些問題 在文獻裏面其實有不同的方法去量度一個人 究竟他的精神健康素養是怎樣 但是在我們這個研究 我們選取了O'Connor和Casey的精神健康素養量表 去了解這一方面的能力 第一就是識別精神健康問題的能力 例如可能問卷就會說 例如一個牧者 他見到一個會友 他說這個人情緒低落了兩個星期 平時亦都感覺不到快樂 對平時的東西失去了興趣 食慾和睡覺也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牧者會不會知道這個會友 可能他患有一個抑鬱症呢? 或者重度的抑鬱症呢? 牧者有沒有這個識別精神健康問題的能力呢? 第二,尋找心理資訊的知識 那就是他會不會知道哪裡去找到有關相關的知識 可以尋求協助呢? 第三,心理疾病的危機意識對病因的了解 就是例如他會不會認同心理疾病並不在醫學上的疾病呢? 他會是非常同意的 還是一個層面非常不同意呢? 第四,治療心理疾病的知識和自助行動 例如一個人他情緒上有一些管理的困難 那他是否認為改善他的睡覺 是否可以對他的病情有幫助呢? 第五,尋找專業的幫助究竟有多認識呢? 例如當事人會不會知道 認知行為治療其實是一種嘗試對抗負面思想 增加積極行為的治療呢? 當事人他認不認識呢? 第六,當事人對於精神病和求助的態度其實是怎樣呢? 當事人例如他會不會認為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就代表其實我是沒有能力去處理我自己的問題呢? 他有多相信這件事呢? 那除了教目的精神健康素養 我們也都了解多一些有關信仰、宗教和其他靈性元素 對於精神健康素養的影響 回顧一些文獻 以及其實在輔導的場景裏面 都不難去發現宗教和靈性層面 其實對一個人來說可以帶來一些助力 亦都可以是一些阻力 有很多的文獻支持 又或者在座各位 其實都有經驗 就是我們的信仰 我們和神的關係 甚至乎靈性的操練 都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很大的力量 去面對人生不同的境況 不同的問題和困難 甚至乎是面對精神病患的 但是有時候宗教又或者靈性層面 其實也有機會成為一個人 在復原歷程裏面的一些阻力 甚至乎是一些的掙扎 所以在這個研究裏面 我們也嘗試了解一下 精神健康有關 又或者是和宗教靈性有關的信念 好,第一個 不好意思,那個名字有點長 是叫做心靈疾病與熟靈狀況相關性的信念 意思就是說 究竟你有多相信一個人的熟靈狀況 和一個人患心理的疾病是有關的呢? 例如,這些就是一些例子 我們在問卷上問一些教育 就是一到五,一代表非常不同意 五代表非常同意 在座各位都可以想想你的答案是什麼 例如,一個statement就是 心理疾病是源於罪性 那你是非常不同意 還是非常同意 還是in between呢? 第二,心理疾病是源於未悔改的罪 另外,心理疾病與神缺乏信心有關 心理疾病是因為靈性低落 與神關係密切 就不會幻想精神或者心理的疾病 你有多同意或者不同意這些statement呢? 當然我們知道 每個人對這些問題的解讀 其實都有些少不同的 是嗎? 就是什麼為之罪 什麼為之信心 什麼為之跟神的關係差呢?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讀 但是我們就留待 填問卷的人 他們自己去做他的詮釋 第二,我們也有去量度 一個以淑寧資源為本的心理疾病治療信念 不好意思,這個也是比較長的 這個中文 其實就是在說 當事人是否相信 如果我靠著一些淑寧的操練 或者一些幫助 例如討告、淑寧資源、讀經、證修等等 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不需要尋求其他專業的協助 這個也是 你有多同意這件事呢? 如果我患有心理疾病 我只會尋求淑寧資源的幫助 例如討告、讀經、證修 和肢體弟兄姊妹分享相交等等 研究的方法 以後我會很簡略地去講這個研究方法 和統計分析 因為始終我們都不是一個科技師 但我們希望花多一點時間 去講一下之後的結果和討論 所以以下部分我會比較快去講 這是一個教大型研究的一部分 是以香港福音派的教會 教目同工為研究的對象 因為我們相信 教目同工在教會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去感染教會的氛圍 以及帶領弟兄姊妹去面對 一些精神或者心靈的病患 我們用了奧康納的精神健康素養量表 參考了一些內地的翻譯樣本 亦都透過香港的心理健康專門人士 再將那個問卷去本土化 越高分就代表他們的精神健康素養越高 滿分好像是160分 我們收取了教目的一些個人資料 例如年齡、教育水平等等 以及剛才提到的那個 心理疾病和熟靈狀況相關性的信念 以及以熟靈為資源為本的心理疾病治療信念 即他們對精神病患的熟靈的看法 我們了解了一些數據 主要用了這個 Summary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去比較本地的教目 和外國的目者 他們精神健康素養的差異 另外我們也透過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去了解不同的因素 如何影響教目的精神健康素養 例如剛才提到他們的年紀 一般的教育 輔導相關的教育 以及他們對於心理疾病 一些熟靈的解讀 究竟這些東西 如何影響教目的精神健康素養 大型的研究一部份 我們有169份問卷是來自教目的 男女是剛剛各一半 年齡的分佈範圍是22到77歲 一般的教育水平 都是以學士和碩士為多 在輔導訓練方面 有17%的教目 是沒有接受過任何輔導的培訓的 另外大概50% 都是參加過一些工作坊 講座、專題性的訓練等等 大概10%是參加過CPE 教目的課程和相關的文憑 大概24%是有一個輔導 或者相關的學士或者研究員 例如他是一個學位寫工 這樣 回應我們第一個問題 我們希望去了解本地牧者的精神健康的需要 是怎樣 以及比起外國 究竟本地牧者他們的精神健康素養是怎樣 我們看看香港教目的精神健康素養的平均分 是113分 我怎樣去理解這個113分 剛才說的最高是160 比起外國的數據 有一個研究叫Wormus at all 他在2017年做的研究 就是探討美國的神職人員的精神健康素養 美國的神職人員 整體來說就是134分 他的平均分 另外你也看到以下也有 因為他的sample size比較大 他就看了不同的denomination 有什麼的差異 我不逐個去說了 但大家看到大概那個平均分是怎樣 這個就是香港的教目 對比美國的神職人員 他包括了Catholic 所以不僅是Protestant 另外一個圖就有分 就是113分比起134分 就是significance 另外一個就是 香港教目精神健康素養的分 就是對比外國一個社區的樣本 就是一個community sample 通常做這些研究都是找一些 第一年讀心理學的學生 他們讀第一班的時候就找他們填一些問卷 所以這個所謂的社區樣本 其實就是第一年讀心理學的學生 就是第一年的大學學生 他們的分數平均分是127分 在統計學上也有一個明顯的差異是有不同的 而香港的教目的分數是相比在美國社區的樣本是為低的 好 回應我們第二個研究的問題 有甚麼因素會影響目者的精神健康素養呢 說之前我們要說一下我們剛才也有不同的信念 是看過的 我們首先來看看這個心理疾病和熟靈狀況相關性的信念 以及以熟靈資源為心理疾病治療為主的信念 這個也是由非常不同意是一的 到五是非常同意的 中間就是中立了 給大家看一些圖片 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一點的 好 這個就是心理疾病是源於聚醒 你的立場是甚麼呢 有17%是非常不同意的 37%是不同意的 但是你也會看到有一成的人是同意這個statement的 就是同意心理疾病是源於未悔改的罪 而也都有三至四成的教目是其實他不反對的 但他也沒有說贊成 但是他就沒有表態 可以說是了 可能填中間的答案比較安全 另外這個心理疾病是源於聚醒 我不會逐個說 但你也會看到他們也有相關的趨勢 其實也有不少的教目是同意 或者是非常同意這個statement的 下一個就是心理疾病和對神缺乏信心有關的 有差不多三成的人是中立 有差不多一成的人是同意的 心理疾病是因為靈性低落 大家也看到那個趨勢 有些是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但是也有部分是中立同意或者是非常同意的 另外與神關係密切 就不會患上心理疾病 這個似乎好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好像多些 比起之前的幾個 但是也有一成和6.5%是中立和同意的 好了這個和淑寧爭戰有關的 就是心理疾病是一場淑寧的爭戰 有四成多人是不反對的 當然他也不贊成 是中立 但是也有22%的人是同意這個statement的 同意心理疾病是一場淑寧的爭戰 即是whatever 他覺得淑寧爭戰是什麼意思 他就有這個答案 這個也是interesting的 就是心理疾病是因為受到邪寧的攪擾 是有36%的教目是沒有特別去表態 他就覺得中立的 另外這個是以淑寧資源為心理疾病治療為主的信念 就是我相信如果我有心理疾病 我只是需要尋求淑寧的幫助 五成的人是不同意 三成的人是非常不同意 大概是有9%的人是中立的 好 這個就是跟淑寧信念沒有什麼大關係 但是在我研究的時候 就是做一些data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也挺有趣 因為他也是解釋到牧者 如何去看精神病患的 所以我也展示給大家看 這裡提到患有心理疾病的人 只要他們願意 他們就能夠重新振作起來 只要他們可能試得久一點 他們夠努力 他們就可以了 這樣 有三成的教目是同意的 另外再加14%是非常同意的 有三成是中立的 好 我想我們稍後再討論一下data的意義 好 下一個先 我們講一下 我們就著年紀 我們一般的教育學歷和相關的學歷 我們就嘗試去看看有什麼東西 是影響著教目的精神健康素養 是的 我們用了剛才那幾個variable 年齡一般的教育水平 就是普通的學歷 另外就是輔導相關的訓練或者學歷 以及剛才所說的那些心理疾病 和淑寧的相關訓練等等 去設計不同的模特兒 大家不需要太深究那個統計學 在做什麼 我嘗試簡單地告訴大家 首先我們第一個 我們其實用剛才那些variable 例如年齡、教育和信念 我們設計了不同的模型 有四個 第一個模型 我們就發現年齡 其實對精神健康素養的得分是沒有影響的 不會說這個教育年長 他可能人生的越力越高 他看得見的人比較多 他的精神健康素養就比較多 不是 也不是說會不會年輕的教育 他們開放一些 接受多一些新的知識事物 他們的精神健康素養會高分一些 也不是 年齡不是一個predictor 不是影響 只是解釋到1.2%精神健康素養 所以在統計學上其實不是一個影響 第二 一般的教育學歷 例如一個人有10年的教育 和他有14年的學歷 也不是一個明顯可以預測到精神健康素養得分的 所以大家可能會想 會不會高教育水平的人 他們會懂得多一些東西呢? 這裏的研究又沒有這個發現 第三我們加添了一個輔導相關的教育 輔導相關的教育 大家可能會想 應該有關係了吧? 因為你的問卷是問一些輔導相關的東西 對吧? 但是輔導相關的教育 其實只是額外解釋了4.2%精神健康素養的變化 而整體來說 這個變化其實是不顯著的 除非那些教育是有相關的學士 又或者是碩士的學位 就是輔導相關的學士或者碩士的學位 他們的精神健康素養得分就會稍微高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 輔導相關的教育 都不是顯著預測到精神健康素養的得分 我們都覺得這個是挺神奇的 其實為甚麼精神健康教育 他們明明的教育水平 就是輔導的教育水平 訓練是多些 但是對他們來說 我得分都不是有一個影響呢? 好 那你說究竟是有甚麼影響呢? 最後到第四個模型 我們就是控制了剛才所說的代表 我們控制了年紀 控制就是我們控制了 教育的年紀 一般的教學學歷 以及輔導相關的培訓和教育 而我們分析是顯示 心理疾病和熟靈狀況的相關性的信念 以及熟靈資源為心理疾病治療為主的信念 是額外解釋了13%的精神健康素養得分 而這個13%也是在統計學上 是一個有成效的顯示 那在說甚麼呢? 就是當這些信念 當我們預測精神健康素養的得分 顯示得分愈高 那個精神健康素養的… 對不起 先退回去 說到當我們預測精神健康素養的得分 當這些信念的得分愈高 記得剛才得分愈高是甚麼? 記不記得嗎? 他們越相信… 譬如我有精神病或是因為跟神的關係不好 他們的精神健康素養的得分愈低 或是另一個例子 當他們越相信跟神的關係密切 就不會有心理疾病 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的精神健康素養的得分愈低 他們精神健康的水平愈低 將這幾個不同的變數 就是年齡、教育學歷、輔導、相關學歷 以及這些對於心理疾病的熟靈解讀 放進這些模式裏面的時候 總共解釋了18.5%的精神健康素養 這是一個統計學上是有意義的 說了很多數據的東西 我們就落地了 說回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這個研究的結果 其實是擴展了我們之前 對教牧的精神健康素養的一些研究 以我們的理解 這是香港第一個研究 去了解教牧的精神健康素養 特別是嘗試了解教牧對這些心理疾病 他們信仰的解讀 以及屬靈層面的一些認識和態度 數據顯示了香港的教牧的精神健康素養 比美國的教牧和美國的社區的樣本低 剛才提到的 就是香港教牧的113分 我們怎樣去解讀香港的教牧和美國的教牧 精神健康素養有這個差異呢? 我相信這個現象其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影響 例如當中可能涉及了社會 文化一點的氛圍 例如西方的社會 比起華人的社會和家庭 對於精神健康、心理疾病 可能他們的態度是相對開放 可以多說一些 去認自己有這個需要 亦都有可能 外國對於精神病患的資訊 或者資源其實是更加豐富 以及普及的 例如在外國 通常一般的醫療保險 其實都會包括一些 相關的精神健康的支援 就不只是身體上 你要去做手術才可以保險 而是你去見一個臨床心理學家 或者輔導員都可以保險 另外數據亦都顯示 教目對精神疾病的信仰解讀 以及熟靈層面的認知和態度 其實是最能夠反映到 精神健康、素養的狀況 這些對精神疾病、信仰的解讀 或者信念 其實是緊構著我們信仰的核心 因為當中涉及到人觀 我們怎樣看人 我們怎樣看罪 我們怎樣看苦難 怎樣去看救恩 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更加深入 去反思我們自己的神學 和更加深入地去討論的 特別是基督教的輔導 是嗎?忠神的輔導的學生 我們更加要去反思 心理治療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整合信仰和輔導 究竟是一回事 這些反思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教目對於精神病 或者精神健康的信仰解讀 其實我相信往往都會很影響 教目如何處理 去支援 甚至乎轉嫁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最後希望跟大家討論一下 面對著這麼龐大的精神健康需要 我們怎樣去幫助教會 教目 平信徒領袖 或者相關人士去提高他們的精神健康素養 以及回應龐大的精神健康需要呢? 其中一個希望提出的就是 建立一個精神健康友善的教會 待會Vinnie也會再和我們進心去說多些 精神健康友善的教會 就是Mental Health Friendly Church 包括提高了對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的理解 無論是從神學那方面去理解 或者從心理學輔導的理解都是需要的 就好像剛才提到精神健康素養 或者一些熟靈的解讀 第二,肯定精神健康的需要 對精神病患者和家人的支援 很多時候也是很需要的 尤其是當面對著心理或者精神需要的時候 對家屬的支援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消除對精神疾病的污名 以及減低對精神病患的負面標籤 例如當有些謬誤、迷思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提供一些正確的資訊 第四,剛才也說了 就是了解精神健康和靈性健康之間 會不會有一些overlap的地方呢? 有些共通,但是有沒有一些不同之處呢? 第五,不傾向以熟靈的原因 在文獻裏面有一個詞叫做spiritual bypass 就是嘗試用一些熟靈的東西 很快地去壓抑、迴避 或者去否認一些未解決的情緒問題 可能每樣東西都變成了 這個是神的旨意或者等等 是迴避了一些情緒的問題 心理的創傷或者是精神健康問題 第六,希望可以開拓更加多的資源 或者是信仰為本的資源 去提升弟兄姊妹的抗疫力 以及令我們有更加整傳的身心靈健康 好,我知道時間不是很多 那我很快就說完這幾張文章 想跟大家介紹一個 這個叫做不同層次的關顧模式 面對教會龐大的精神健康需要 其實都不是牧者一個人可以去面對的 是整個教會群體的氛圍 整個教會群體去回應的 教會不同階層的人士 無論是領袖、平信徒助人者 或者是心理健康的專業人士 亦都可以互相協助 我們當然知道上帝是終極的醫治者 但是各人亦都其實有不同的技能 所觸及到的需要 以及去承擔不同的角色 你看到這裡的專業 我放了專業、教目輔導員和醫生 在最上 就不是代表他們最厲害 而是代表他們是佔最少數的 在教會裡面通常 你看到下面 平信徒助人者其實是最多的往往 而發揮到的功效其實也是可以很大的 平信徒助人者可能一個簡單的問候 對於身邊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察覺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需要情緒上的支援的時候 可以幫對方去尋求一些專業人士的協助 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關顧 在教會裡面包括目者和教會的領袖 對精神健康的認知固然是重要 但是其實目者不一定要讀多幾年書 去成為一個輔導員或者治療者 因為其實是大家弟兄姊妹的肢體 互相去配搭 互相去協助的 教目不一定要提供一些一對一的 各個session的一些輔導的面談 但他們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守門人的工作 以及一個角色 還有教會如何發揮一個群體的力量 透過教會的群體建立弟兄姊妹的聯繫感 特別是精神健康的病患者 其實都是需要經歷到被接納、認同和擁抱的 尤其是面對著現在的移民潮和社會 其實急劇地轉變的時候 很多本身過去建立的關係、友誼、支援系統 其實都是受到影響的 那教會如何修補這些真空了的關係呢? 說回研究一點點 那我們就完了 另外一個值得我們去探討的地方就是 為何輔導相關的教育對精神健康的素養好像沒有影響 剛才我們是否說到第三個model 其中一個可能教會面對的問題可能是 教會其實不多不少都有這些培訓的 經常都有一些workshop或者譬如今天這些講座 但是可能這些培訓是 是對一個精神健康其實未必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例如譬如教會也很多時候有分錢輔導 什麼狗型人格等等的訓練 但是這些其實未必是對精神健康是有一個認識的 或者未必能教到你當教會大兄姊妹有一個需要的時候 你其實要做些什麼其實未必知道的 所以會不會其實教會都可以有一些培訓 是真的讓我們去認識究竟什麼是精神困擾 怎樣處理這些危機 怎樣作轉介或者社區有些什麼資源等等 最後教育的身心靈健康其實都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當我準備這個talk的時候 大家都收到很多身邊的人問 你是不是講教牧自身的精神健康 那我可能要下一步 暫時未到這個 但是我們知道教牧的身心靈健康 其實都是很需要我們注意的 其中一個不是我們主要的研究範圍 但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 這條問題就是問 你認為在2020年至今的疫情 對你所屬的教會的教牧團隊的精神健康有多大影響呢? 我們問回教牧自己 這些社會的事件 疫情對你教牧團隊的精神健康有多大影響呢? 那這個就是教牧的回應 那零就是沒事 十就是很大需要 那你會見到 如果我們中間五個做一個cut off 那有63%的教牧 其實它都是說有一個很大的需要 教牧團隊的精神健康 所以希望這個小小的研究 都可以拋磚引玉 讓大家更加關心教會的精神健康 教牧的精神健康 和精神健康素養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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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